曾症有遇到一個40歲的女性 她來就診的時候 是因為 而且又發燒的現象 我們有鼻樓科有個急症 叫做深頸部的感染 她如果腫得非常厲害 會壓迫到呼吸道 需要緊急的氣切 立馬幫她排了電腦斷層 一看 結果她是因為 有一個構造叫做 這個狼腫本來就存在 她本來就知道 只是她之前都沒有任何症狀 也沒有不舒服 這是因為嚴重的感染 我安排她住院 打了一個禮拜的抗生素之後 也消下來了 回診的時候 前面的脖子腫脹的狀況 控制得非常好 就只剩下這樣子 喉結 像一個喉結的狀況在前面 這個時候她就問 吳醫師像這樣的狀況 怎麼處理比較好 一般如果說 沒有影響到你的生活 像吞咽 或者是呼吸 建議她就觀察就好 可是如果說 你已經影響到你的外觀 或者是很容易密集的感染 那就建議你把手術拿掉好了 話才說完 她眼眶就紅 然後眼淚滴下來 因為她已經40歲了 然後老大不小了 也應該要找個好歸宿 所以她最近有在參加 婚友社的一些活動 奇怪的是 每次男孩子約會完 第一次見面完之後 就沒有第二次的下文了 然後她就去問婚友社說 到底怎麼一回事 婚友社才跟她提 因為她本身聲音就比較低沉 又是老師 聲音沙啞 加上有這個猴姐 每個男生都以為她是便性的 她就婚友社博素 所以怎麼安排這種女孩子 讓我們約會 之後就把她開完刀 據說現在有一個 非常穩定的男友 已經論及婚嫁了 好消息 面不足 確實會造成很多問題 門診有一個25歲的女性 她本身在高級的牛排店上班 因為是單親家庭 她想說要幫家裡面多賺一些錢 所以她利用晚上下班之後的時間 會熬夜開直播 賺斗內的費用 那到了早上了之後 睡醒 她短短大概只睡了 大概三個小時 早上又要到媽媽的早餐店做輔助 做一些協助 一些工作 她來門診主要是因為她舌頭 還有多發出的潰瘍 偶爾上面還有一些像起司狀 那種白白的那種穴狀 會掉落 那中間的舌頭還有一些 比較大型的潰瘍 其實這都是 這種種的真相都是 中間那個潰瘍的地方 我們就叫做 一般這常常跟我們的 會有關係 免疫力低下會有關 那問了一下她的狀況 就提醒她 不然的話我們直播就不要做了 還是說媽媽早餐的工作 就是不是就先休息 然後提到說 吳醫師這樣不行 她前陣子才因為她這舌頭痛 她不敢講話 然後因為她睡眠不足 氣色也不好 所以牛排店的老闆 他們主管就建議她先放長假 其實有點像是變相的 把她算是fire掉 解職的那種概念 所以說她這份工作 她就會覺得直播變得非常重要 媽媽的工作她也必須要繼續協助 那我就跟她提了 不管怎樣你二折一 就是一定要一個停掉 最後面她就把她的直播先把它停掉了 然後再補充她一些比較適當的一些營養 維他命 鐵劑 然後提醒她要充足的睡眠 之後她就大概 控制了大概兩個禮拜 她整個狀況就非常好了 常說房事問題其實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長輩可能也會有這些困擾 我之前在整監獄遇到一個滿有趣的案例 一個70歲的爺爺有奶奶陪她來 她來的主宿就說 爺爺她非常容易流鼻血 那朋友都說 我們有一種手術很快 用電燒把它燒一燒就可以解決掉了 所以她來的奶奶就說 醫生你幫我老公直接把電燒處理掉 然後我幫她安排了內視鏡 內視鏡一看我們可以看到照片 有沒有看到正常人 右邊的部分就是我們俗稱的鼻中隔 它有一點鼻中隔彎曲的現象 正常情況下它應該是要粉紅色一片 可是 瓜哥你有看到嗎 有好多分支對不對 因為它血管特別寬 特別粗 比黏膜也特別薄 原來它是因為 黏膜變薄 血管擴張的原因 所以造成它很容易流血 我幫那裡安排一些藥物 稍微治療一下 那最重要的不是因為流鼻血 要怎麼解決 而是該怎麼解決流鼻血之後的狀況 所以告訴它怎麼加壓止血 我們正確的加壓止血 應該就是頭低低的對不對 然後捏著 那他們都是用衛生紙進去裡面塞 然後把它矯正這個觀念之後 我就請他回去 我奶奶還是一再的希望我能夠幫他手術 因為年紀也大 所以就不想碰 然後就告訴他 沒那麼急 我們就再觀察看看 就兩個禮拜之後 爺爺自己回來 吳醫師你這次一定要幫我安排手術 我說到底怎麼了 我看看你狀況 也是一樣跟照片一樣 沒什麼新的變化 他說我回去之後 我老婆一直跟我鬧著要離婚 為什麼 因為他說其實不要看我這樣 70歲年紀大把 我們夫妻倆關係還是非常親密 我每個禮拜還是有兩三次 恩愛的機會 可是我每次找恩愛完之後 到了頂點 我就會流鼻血 而且那個水常常會擠 沒錯 陳氏烈 說過了對不對 我教了他正確的止血方式 他之前都錯了 用衛生紙塞 塞著還是一直低 塞右邊 低右邊 再低左邊 塞左邊 低右邊 一樣的道理 所以老婆說 因為這樣子 他壓力很大 他不想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那老婆說 你不解決不行 好吧 我就幫他安排手術了 進開刀房 然後舉不麻醉 用雷射把他血管 把他封完之後出來 然後奶奶就在手術室外面等他 看到爺爺之後就好感動 就拉拉爺爺的衣角 好像在暗示什麼 然後就跟他說 奶奶 你稍要忍耐一下 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再舉例的運動 這兩個禮拜 先讓爺爺休息一下 那其實會 這在醫學上面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專有名詞 有些朋友把它叫做 蜜月鼻炎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 快樂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內分泌的分泌 他就會像海綿體一樣 對 塑膠感 所以漫畫裡面看到 裸女噴鼻血 對 所以漫畫寫的 還有這些畫的 絕對都是真的 他就是在塑膠感 神經作用的時候 你會就是勃起 然後他血管就會擴張 然後腺體會分泌 是 那到頂點的時候 膠感神經作用 他瞬間收縮 那個血管 因為長輩 他的血管結構已經比較不... 沒有那麼健康了 瞬間就爆掉 爆掉之後 他加壓止血的方式又不對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一個 40歲的親手女 那他平常下班的時候 都會習慣做一些 空中瑜伽的運動 他就要有一天做完 做到一半 他突然間 心悸 然後頭暈 然後喘不過氣來 那同伴就趕快請他休息 就建議他趕快去看病 他過一個禮拜之後 才來找我 來的時候 他就把這些症狀 跟我描述一下 這個時候就幫他 安排一些檢測 那另外他有提到說 醫生我這段時間 不曉得為什麼 變得特別怕熱 他平常同事 還有家人 冷氣都要設定在26度 可是他自己 會再把它調到22度 因為他又有提到說 他前頸會有一些不舒服 腫痛的現象 他會蔓延到後頸到耳下 趕快來查一下 會不會有一些 甲狀腺的一些問題 就超音波大甲狀腺 正常大概在4 5公分左右 他腫到了8公分 然後他的發生指數 正常情況下 女生的話 可能在小於20比較合理 他到100以上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亞極性的甲狀腺發炎 那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可能就跟他之前 有一些感冒 病毒感染的問題有關 他這個時候才提到說 對 他兩個禮拜前 曾經限病毒感染 而且還發高燒 吃了兩個禮拜 藥才慢慢下來 那因為這些病毒 像腺病毒 像我們常見流感病毒 都可能會跑到我們的甲狀腺 造成一個發炎的現象 這時候就會破壞我們的甲狀腺 把他甲狀腺素 把它釋放出來 導致於說他甲狀腺的功能 他會呈現一個 暫時性的抗靜的情形 所以他這些不舒服怕熱的現象 是因為甲狀腺抗靜的狀況 那我們就幫他安排了一些藥物 結果沒想到 過了一個月之後 他又再來 結果他說 醫生我覺得我開始有一點狀況 我為什麼 我說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之前我是因為怕熱 結果這最近好怕熱 我就短短這一個月 不要太多 就短短這一個月 我都加了6公斤 他整個人就很倦怠沒有精神 而且他每次進房間 他還會問一下他的同事 你現在冷氣是調幾度 結果沒想到他現在是 假狀腺的功能低下 那是因為你在恢復過程當中 你的假狀腺還沒有恢復到正常 導致於之前是抗靜的狀況 他現在是呈現低下的情形 大概一般朋友他只要休息一下 大概三個月以內都會緩解 如果說你的症狀一直沒有回來 那恐怕就要適當的補充假狀腺素 不怕後來是有順利的解決這件事情 耳眼管就在我們鼻腔的最深部 我們從耳道一直沿路走走走 走到這邊耳膜再下來 後面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 原則上大概只有三公分左右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旁邊這個地方 耳眼管旁邊的肌肉 其實就會有一些黃黃的是脂肪 抱歉 模型沒有 那比較瘦的朋友 他可能就會因為缺乏這個脂肪 他的耳眼管就打開了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臨床上蠻常看到 像我剛剛一眼就看到小根 我就會想說 他耳眼管功能這樣應該是屬於開放性的 對 那醫生一定會說你吃胖一點 但是有些人體質就是不會胖 對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在 其實我覺得小根有一點點太擔心這件事情 現在手術方面 還有在治療這個 這個問題其實相當容易 就是先講手術的部分 所以因為他太開放 我們就可以試著在他耳眼管最深處的這個位置 我們想辦法讓他小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搭配雷射 就在他開口的地方稍微燙一下 從哪邊進去 這樣子稍微燙幾下就好 把他的通道弄窄了 對 讓他纖維化讓他窄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在上面打玻尿酸 也是一樣透過內視鏡 就在這個開口的周圍打玻尿酸 對 一陣子就要打一次 哪一方面 如果玻尿酸 玻尿酸有些人搞不好半年 半年一年 半年一年就要看 那肢體的肢體脂肪 肢體脂肪的話 有些時候如果應該說 跟醫療的操作技術有關 如果有辦法讓那個脂肪活下來的話 那你大概就不用再手術了 那其實在門診我們在看 你是不是開放症很簡單 你只要在你的耳道這邊擺個內視鏡 我們請你吸氣的時候 因為它太開放 所以吸氣的時候 那個氣耳膜會被吸進去 稍微內縮 請你吐氣的時候 你的氣會跑到耳膜上面 會被推出來 所以你會鼓起來 所以你只要在門診上面 我們正常人在呼吸的時候 耳眼管是關著的 我們只有在吞咽的時候 還有打哈欠的時候 它才會打開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判斷出 你是耳眼管的開放症 在治療上面還蠻簡單的 甚至有些早期的做法 就是直接在耳膜上面 就直接畫一刀 然後擺個通氣管 也是個方法 你床上有時候 會看到有些朋友 他一來他就會說 耳頭上面會有一些 發炎的紅腫的現象 有些小疹子 你在臨床上有一個叫做 蠻多的 神經節裡面 當你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他就開始作怪 然後就直接開始跑上來 他剃七腿就是眼面神經 好像胖爪 對 所以有些朋友他來的時候 就開始臉歪嘴斜了 有些朋友比較嚴重一點 他就會聽不到 就很像佩比娜的狀況 所以三件事情一起起來 就會是 他耳朵又痛 然後又 然後臉又歪 但是突發性耳聾 如果說我們在臨床上面發現 你突發性耳聾 耳朵又有這種 紅腫發炎的狀況 一定要高度懷疑 有沒有可能進展到 雷似症候群這樣的情形 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續 所以政府都不斷宣導 要勤洗手 因為細菌無所不在 所以有一些特殊的行為 或者是不良的衛生習慣 就會可能讓病毒 細菌跑到我們身體 我這裡門診 有一個60歲的阿姨 她來求診 她主書是她舌頭 她說她長了兩個粉紅色的肉瘤 那常常會不小心咬到 變破皮 她講話有點大舌頭 最可怕的是 她有提到說她的客戶 因為前陣子也是類似的狀況 後來診斷是第四期的口腔癌 被開掉了 還在住家戶病房 所以後來她就告訴我說 我可不可以診斷 我說可以 如果診斷就是要切片 其實我們看完戲裡面有底 我就幫她安排切片 很大耶 OK 我們會看到 這是我們的那個舌頭 舌頭 前面有兩個 舌頭下面嗎 對 前面 前面有兩顆粉紅色的肉團 我就跟她說阿姨 你這不是癌症 其實就是 菜花而已 對 這時候她就整個筋 她整個就非常 她當然就是一下到了 她就說奇怪 她為什麼會得菜花這種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就問她說 會不會是因為工作環境 還是說一些衛生習慣不好 她有提到說她是在 其實她是酒店的老闆娘 對 然後我就說還是會不會是 一些特殊性行為造成的 那我意思是說 就是會不會是不良不解的習慣 那時候就不玩大陸 馬上就生氣 什麼特殊性行為 我現在已經年紀大把 我只不過坐在櫃檯 數錢而已 只付得收了鈔票 對 我說那搞不好你是碰到 可能客人 他就是習慣不好 然後間接傳 數錢有可能這樣 對 瓜哥非常聰明 提到了 以前已經有戲劇了 是 因為酒店不刷卡的嘛 一定是現金 所以說她阿姨就說 她有一個不良的習慣 就是她數鈔票的時候 都會沾一下 而且我們對一下那個位置 剛好是在舌尖喔 她如果長在舌根 那就算了 這個揣測可能就不對 她就剛好在舌尖 沒有人點鈔票會好厲害 是 其實有人在用水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用水 習慣這樣比較方便 老一輩都這樣 對啊 所以告訴她之後 記得要先洗手 再去做後確認 對 當然她後來阿姨 是打趣地說 她之後要去買一台 數鈔機來數比較乾 也比較衛生 那洗手乾淨也沒用 你鈔票上面 你點一張乾淨 第二張就髒了 對 鈔票其實是最髒的 對 真的 好多人碰過 而且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變性的鼻動炎 有時候也會很難矯正 然後有時候 臨床上只是單純咳嗽 對 像我之前遇過一個案例 她是一個45歲的女性 她也是因為長期的 過敏鼻塞 然後睡眠的狀況不佳 影響到隔天白天工作的情形 不得不來就診 後來診斷 只不過是比較嚴重的 過敏性鼻炎 又合併她的下鼻甲肥大 然後建議一些藥物之後 就控制得還不錯 結果隔了半年之後 她就再來 而且她是不得不來 因為她說她已經 咳了兩個月了 麻煩的是 這段時間 因為疫情的關係 特別緊繃 所以她是搭 搭乘一些大眾交通工具的時候 只要咳一下 就會引人車目 大概就會覺得你很 你是不是怪怪的 就會閃你圓圓的 那我們趕快幫她安排一些檢查 檢查的時候可以發現 她的鼻腔裡面的黏膜 非常的膨脹 然後鼻涕就滿滿的 可是再仔細看 發現她鼻腔裡面有好多 小小的黑色的小沙粒 還有一些細雜質 那時候我就問問看 這女生你是不是有去海邊玩水 所以不小心有一些沙子跑進去 那她說沒有啊 後來才想到 可能是因為那時候 診斷完之後 我建議她除了藥物以外 可以再搭配洗鼻子 但是因為那洗鼻鹽 坊間在賣 坦白講不便宜 所以她就自己想到 不然我就去雜貨店買 那一大包 才50塊 她就去買粗鹽 粗鹽裡面 它沒有後製再過濾啊 所以那個鼻腔 那個裡面的沙子 它就會停留在你的鼻腔 我們鼻腔很妙 有一個自然的一個保護機制 你有髒東西在鼻子 它就會過度的分泌鼻涕 要把這個東西沖掉 偏偏這個雜質 它又會刺激 破壞我們的鮮毛 鼻腔這樣鮮毛 就像是我們的掃把一樣 它是 在我們身體裡面 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 一個清除的角色 你只要鮮毛被破壞掉 那個鼻涕就不容易清除 它鼻涕因為這樣子變多 變稠 然後就倒流 造成它這樣咳嗽的現象 她有注意到 她都是早上跟晚上的時候 咳得比較厲害 我就跟她說 那是因為你早上晚上都在洗鼻子 洗完之後就開始刺激 所以建議她換成標準的洗鼻容易之後 那這問題就不要而喻了 好臭臭 口腸困擾怎麼處理呢 是啊 這個毛病也是要注意的 上面圖表都是畫牙齒的問題 它也有可能會暗藏那種 就是危險的致命的危機 分享一個案例 它是一個50歲的男性 它是由她老婆把她拉過來的 她老婆說我忍受 她很忍受了大半年 她嘴巴臭得跟什麼一樣 然後她老公就會搶著回答 她說她只不過是扁桃腺結束 也沒什麼 她老婆說 可是她一天到晚都在摳她的嘴巴 後來這個男生 她才提到說 其實也蠻怪的 扁桃腺結束 她之前的經驗是摳一摳 它就會掉 可是這個怎麼摳都不會掉 而且有時候手指伸出來 上面都會充滿了血絲 後來我就請她嘴巴慢慢地打開 用舌板壓一下 一看就可以看到她在 右側的蛇根的位置 有一個大概三公分的腫瘤 就像照片 這很大 很明顯 所以事實上 我就跟她解釋 事實上你不是扁桃腺的結石 你這應該是在蛇根上面 很亂的這樣子喔 它應該是蛇根的扁桃體上面 它變成一個腫瘤了 趕快解釋 然後幫她安排切片化驗 所以後來是個第二期的蛇扁桃體癌 第二期的 也就是頭腔癌 是的 它算是口咽的部位 所以叫做口咽癌 只不過在病理化驗上面有提到 它跟人類乳涂病毒 人類乳涂病毒的感染有相關性 事實上我們最近在台灣 自己的研究也發現 我們在頭頸癌的病人上面 有高達三成的朋友 都跟這個人類乳涂病毒感染有關 所以這裡利用這次的機會 還是稍微呼籲一下 因為一般民眾 大概你我坐在現場的朋友都一樣 大概都有八成的機會 有可能會感染到這個人類乳涂病毒 這麼高喔 不要太過度的服務 是 沒有啦 打疫苗也可以 你在講什麼 最近你說的沒錯 這只要呼籲 其實不是只有女生 因為耳熟能響就是子宮頸癌 其實在男生口咽癌的部分 比例也越來越高了 其實只要注射俗稱 就是蘇清姐講的 大概這件事情就可以盡量把病 呼吸中止 剛剛教授也有提到 它確實會影響到我們的性功能 最重要的是 它也會增加我們 我們研究它是認為說 按照一個睡眠呼吸中止的嚴重度 所以你只要晚上 你只要一個小時 它中止三十次以上 你死亡率就高於人家五倍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判斷的方式 我曾經在診間遇到一個安妮 她是一個 45歲的一個中年男性 然後由她老婆帶她過來 就等的時候 大哥都坐上去 老婆就直接埋怨了 醫師 你趕快幫我老公檢查一下 我這三個月 晚上都沒有好好睡過 每次睡著了 就被我老公吵醒 那因為她的打呼的聲音 實在是太大聲了 她就好像在開車換檔一樣 好會便宜 這是最令人痛苦的 我就趕快幫她檢查 在結構上面果然 她在她的鼻子上呼吸到的地方 她有非常嚴重的鼻中隔彎曲 她的鼻甲也非常的肥厚 所以她鼻子整個山蠻 是沒辦法呼吸 她只能髒口呼吸 所以在對話的時候 她講到一半 有時候她會有點叉氣 因為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的感覺 再仔細檢查她的嘴巴 她的舌根非常的厚 扁桃腺是整個貼在一起 就兩個大貢丸 根本沒有辦法 就氣流的進出 這個時候我就跟她講 妳這是應該一個非常嚴重的 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的狀況 安排一個睡眠的檢測 果不其然她的指數 每個小時阻塞高達65次以上 好 可是這件事情 怎麼會最近才發生 這應該已經好久了 那這時候大嫂才 自自誤誤的提到 她就直接這樣講 這個老狗 一天大晚上在外面花天酒地的 然後說晚上就是 下班之後也不回家 然後就跑酒店 然後玩完之後 有時候回來的時候 她已經睡著了 所以她就沒感覺 只是不曉得為什麼 這半這三個月 她就每天她下班的時候 大哥已經在家裡面等她了 就乖乖的回家 乖乖的睡覺 她想說是不是她良心發現了 想要就是來彌補她一下 結果也不是 因為大哥後來才提到說 其實是因為她在外面花天酒地 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做起不正常 她最長年這樣下來 整個身體機能非常差 她發現她睡都睡不好 而且重點是她有點 力不從心 OK 重點是她已經有 開始影響到她的性功能 這件事情了 那時候大哥還問到說 那她這件事情該怎麼辦 她會不會重啟以後 都沒有辦法 執行這一項就是 對 業務 對 她沒辦法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對 然後後來我跟她提到說 你不用擔心 原則上這種睡眠呼吸中止 嚴重的病人 它造成的這種性功能的障礙 只是暫時性的 你只不過是 你只要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不是 他那個已經一句話 居隆 居隆 擦兩夜 對 其實她只要把她的缺氧的狀況 改善了之後 她的血群就會慢慢地進步 所以重點是 你不要在意你的性功能這件事情 應該在於 會不會有猝死這件事情 所以經過溝通之後 我們就安排一個 複合性的手術 我們男人都會把性放在 命放在第二位 所以誰叫性命 把她整個呼吸道把它打通之後 後來她在檢測 她的指數已經降到5% 她一個小時大概掉到5%左右 所以恢復了非常好 不過那個時候 在回診的時候 我就特別地提醒大哥 就是歡場 如果你想要試著把它打滿全場的話 小心你就沒有人生的下半場 所以從此以後 她就乖乖地 每天只要下班 她就回到家 因為減少應酬 呼吸的關係也變得比較和諧 大家在耳鼻喉科就診的時候 醫生大概就是戴個頭燈 然後嘴巴打開 壓舌板看一下 然後把鼻孔撐開看一下 那是自從有了內視鏡的進步之後 現在檢查我們可以透過 比較深入的檢測 來把一些比較早期的問題發現 那像內視鏡 傳統的內視鏡 它都是單純的白光 所以我們看的功能 大概就是照光 然後以及內視鏡把它放大 然後收取這個影像 來判斷它的問題 那現在有一種檢測 叫做窄屏內視鏡 它透過一個特別的一個 濾鏡的一個系統 它可以把這個波長把它壓縮 然後讓表淺的黏膜的微血管 它呈現一個核色 像是一個特定的一個染色 那在黏膜下的血管 它就可以讓它變成一個 清染色的一個特色 那透過這樣一個技術 它就可以讓我們這些早期的病灶 讓它特別凸顯 然後我們常 爾比歐科醫生常把這個東西 叫做什麼 叫做癌症 透過這樣一個檢查 我們就可以把一些比較早期的 一些癌症把它抓出來 曾經遇過一個病例 他是一個30歲的男性 他爸爸在五年前確診了B&I 可是因為他發現的時候已經比較晚 所以導致於說他治療失敗 就這樣子往生了 沒想到在一年前他弟弟也中獎了 脖子腫起來了 也是B&I 也是B&I 然後再去做檢查 然後也確診了 是第三期的B&I 為什麼會這麼高的一個比例 因為研究上面認為 爸爸或媽媽有B&I 一等親 他罹患B&I的比例是正常的20倍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醫生都提醒他 你一定要固定的追蹤 對 偏偏他去抽血 他的B&I指數有高 但是他在傳統的內視鏡 檢測底下看 他都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病灶 那醫生也安撫他 沒關係 我們就三個月再追蹤一次 你不要太擔憂 那有一些特別的狀況 鼻涕裡面有血絲 摸到腫塊 還是耳鳴 耳悶 就趕快來就診 他長期在這樣 高憂鬱的一個環境底下 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所以後來他就轉轉到我這邊來 來的時候一開始先使用 單純的內視鏡幫他看 我們可以看到那病灶 瓜哥如果仔細看 看得出來有什麼問題嗎 白色的嗎 紅的 這是我們的鼻炎的位置 你看我們根本看不清楚 看不到 我真的我也看不太出來 是什麼狀況 仔細看看得出來 所以白的是 那是因為光線透光反射 那你怎麼去看那個病灶在那裡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照妖鏡打開 用另外一個顏色 這個範圍 這個在鼻炎的 最黑的都是 對 大概1.5公分左右的病灶 這個高 這裡面的血管非常密集 它都增生了 那溝通過後幫他安排個切片 也就證實 那他有病灶嗎 他沒有任何不舒服 就是因為沒有任何不舒服 他抽血的指數稍微高 那麼一點點 他就覺得非常困擾 他如果說放棄了這個 固定追蹤這樣一個 就是追查 那可能等到他有感覺的時候 大概都已經第三第四季了 80%的鼻炎來發現 診斷出來都已經第三或第四季 那後續的治療都很辛苦 化療 電療 那他這個只要電療 所以效果都非常好 大家想到耳鼻喉科就會想到 要嘛就過敏性鼻炎 要嘛就氣喘 那其實過往在控制氣喘 大概還是主軸 還是以裂固醇為主 可是裂固醇這顆附置物用 很多長輩可能受不了 譬如說 他可能造成他血糖控制不佳 可能造成他的血壓控制得比較差 甚至很多朋友 他可能會因為這樣造成未出血的情形 那因為年輕女生可能最怕的就是什麼 他可能會長期因為這樣而越亮臉 水牛肩 臉上滿是痘痘 我都曾經遇過一個女孩子 他40歲 他從小就是過敏寶寶 然後常常在氣喘發作 那我們類固醇的劑量 會按照你的體重來做調配 偏偏他因為長年使用這類固醇 體重就慢慢地越來越重 才150幾公分而已 他體重大概快90公斤 你看看換算下 他每天要吃滿90公斤相對等的劑量 那他哪受得了 他已經40歲了 那他一直想要有一個歸宿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他那樣的長相 滿臉痘疤 男孩子一般都很難接受 所以因為這樣子 他常常自己把肋固醇給中斷掉 結果這個月 他已經第三次來到急診 這次來前兩次運氣很好 來醫生趕快打上肋固醇的劑型 他就消下來了 就退掉症狀就緩解了 他這次來不及 已經整個臉都黑掉了 經過急救之後好不容易救回來了 後來就跟他建議 我們現在有一個好東西 就剛剛主任提到的生物製劑 目前健保局已經有給付 只不過他的條例非常嚴謹 早年是一年 你曾經發作過四次以上 然後甚至有送急診 甚至有住院 他現在降到兩次 問題就算是兩次 他還是要曾經半年 長期服用高下架類固醇 問題是這個女性的朋友 她沒有長期這樣子服用 所以他申請上面就失敗了 沒有符合的條例 對 他也沒有辦法在等待 所以他受不了 他自己就花錢 一劑三萬三就這樣花下去 這樣 控制完之後 目前這樣追蹤大概大半年 他的頻率 發作的頻率大概減少五成以上 這個腫瘤科 也是我們歐瘤科的好朋友 我們歐瘤科很多癌症 像鼻炎癌 今天有沒有好朋友 要腌癌 對 口腌癌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可以直接 由放射腫瘤科來做全全的處理 當然有時候化學 像血液腫瘤科也可以 就是化學治療的部分 也佔有一定的角色 那在我們科的部分 有些部分 有些時候手術完之後 有一些後續的 輔助性的一些治療 放射腫瘤科也可以協助我們很多 還有一些我們在 我們為了要保全他的器官 保留他的一些結構 有時候放射腫瘤科也是 我有一定的一個角色 我這邊分享一個 五十歲的男性 他是有朋友把他拉過來 來的時候 他其實不太能講話 口水一直往外滴 朋友直接說 醫生他是 幫他檢查一下 他們最近 他們以前一天到晚在 就是最近很夯的 那個阿公店的議題 他們一天到晚在跑這種地方 他說最近玩得很不齊勁 因為沒辦法做接力 不能拉劑 仔細看 嘴巴一打開 因為我看不清楚 我只好用卵室內視鏡 從鼻咽裡面進去看 結果大概估計是從舌尖 一直到舌頭的最後段 靠近身帶前面的灰燕 全部都是 還是一個非常大 一個巨大的一個舌癌 後來經過解釋之後 切片證實是一個 第四期的大舌癌 好啦 這病人家屬把他找過來 也開了一張一個團隊會議 那家屬一來就說 他們要手術治療 接下來手術治療就會很麻煩 他那麼大的一個總塊 你把它整個切光了 完全沒有舌頭 包括說可能要考慮到 夠音 對 沒辦法講話 拉劑當然沒辦法了 對不對 不厭為是個問題 吃東西可能要依賴一段時間的 所謂的我們的鼻胃管 對 那生活品質也完全都沒有了 固然說他保存這樣一個 顏面也沒有用 那因為他 接下來跟他討論 不然我們就先走 放射線 放射線的治療 然後再搭配化學藥物的治療 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手術 但是家屬一定都反對 因為他之前他的功 對於放射 就是剛剛主任有提到的 因為他走了 他接受的是光子類的治療 所以他的破壞是全身性的 那時候他沒辦法吃沒辦法喝 後來就因為肺癌過世 肺炎過世 對 因為感染過世 所以說家屬一直非常排斥 這一量的一個治療 但是跟他經過解釋之後 我們先走幾次的一個 放射線的治療 然後讓他腫瘤縮小 縮小完之後 我們再做後續的治療 後來家屬就同意 這樣的一個治療模式 經過一系列治療 腫瘤也從原本滿滿的 大舌頭的腫瘤 到只剩下大概一半 後來就安排切掉手術 然後再補一個小小的批判 然後之後理論上 還要再輔助性的一些治療 包括說像化學治療或放射線 但是他通通都拒絕了 不過運氣很好 可能因為我開的範圍非常大 所以到目前為止 大概一年多了 他的狀況都非常好 沒有狀況 沒有再有復發的任何機率這樣 疫情期間 我的花費大概是一萬塊 雖然我們家有三個人 但是因為小孩 因為現在停課的關係 每天在家 老婆又要上班 他實在會崩潰 所以沒辦法 他們兩個人 就直接帶回南部 回娘家去躲疫情 所以我大概是一個人這樣 有時候會在外送平台上面 找食物 有時候就去超市買一些食物 像義大利麵一次就煮一鍋 然後吃一個禮拜這樣子 所以就比較省一點 那說到這個外送員 他們其實真的滿辛苦的 有一個大概30歲的一個男孩子 他其實之前是我的病人 因為病毒炎 然後開過道 因為疫情他的單子實在是太多了 他就沒有辦法再回來 這段時間 他頭實在痛到一個不行 他嫌騎車有時候都差點出車禍 就沒辦法還是來看 他就以為想說 他的病毒炎又發作了 而事實上在檢查他的鼻子 根本沒事 他循著他的一個 仔細看一下他的額頭 鼻頭一直到他的眉心 額頭的地方 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壓痕 然後輕輕地碰出他的壓痕 他就痛到快跳起來 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叫做 他在眼眶上面的一個神經 什麼什麼 眼眶上面的神經叫做 框上神經筒 像瓜哥戴著這個面罩 如果壓太緊的話 他也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後遺症 因為他戴半罩的安全帽 他又為了要避免跟客人接觸 所以他戴那個護目鏡戴得很緊 一直勒在他的眉心上面 其實這個有一個 國外有個名詞叫做 因為我們戴挖鏡對不對 戴太久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後來我建議他 乾脆就直接花點錢 買個全罩的 有面罩防風 然後也比較舒適一點 他這個問題就可以解套了 那其實在家裡面這波疫情 很多人就想說 就是可能就在家裡面 然後吃東西可以稍微 比較節省一點 所以我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一個40歲的男性 其實他身體一直覺得不舒服 他一直覺得他悶悶的 好像就得到肺炎那種感覺 所以他來看我的時候 他說醫生我已經做過兩次快篩 而且他為了要趕快看到報告 他說做自費7000塊這種快篩 早上做他下午就要拿到報告 他就說他這次他要再來做 可是我實在搞不懂他為什麼要做 我問一下他的症狀 他說他喉嚨會有一點點 不舒服卡卡的 重點他會胸悶 用內視鏡看一看評估一下 那就問一下 你大概最近都在吃什麼 他說因為他工作也沒著落 他為了要省錢 他說這樣可以最省 我說你這樣子再下去的話 新冠肺炎也沒找你罰麻煩 可是反而身體會因為吃這泡麵 出了一大堆問題 因為他餐餐都是這些辛香料 然後這些 而且他泡麵子其實 他那也很高 然後又有油 他反而會增加他胃酸膩油的狀況 所以他這種胸悶不舒服 其實都是因為他的飲食造成的 後來就告訴他 你不要為了省這小錢 然後反而花這個大錢 對做PCR到最後增加更多問題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